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看到美国的一个科技股 甚至到昨天为止仍然持续的收小红写下整个历史新高 所以我相信其实过去这个礼拜以来市场上90%以上的专家 市场上90%以上的投资朋友们可能都信心满满的 信誓旦旦的 而且觉得毫无戒心的情况之下都觉得台股应该 这个牌应该是透动 绝对会直接约过整个前部的高点10545 直接再攻11000点上下附近 那我相信在整个昨天之前应该很多可能拿着团体指标 再跟投资朋友事后放好后泡的这些专家们 也跟投资朋友讲这是什么 强多盘做多盘 反正结论就是要全力做多过程当中 但是我相信今天的台股的走势 大家看到今天是大盘指数是开地震荡走低 最后是以下跌的62点 就在10436点这边 不仅没有独市场上个头正宁所预期的 直接越过10545 直攻11000点 反正今天是一根中黑棒下来做个震荡整理 那我相信其实如果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而言 我不敢说信脚数是省百分之百 但是我相信其实就过去这么多年来 因为89对整个大盘的短线 或者特别是在波段的关键转折点的身上 至少10次里面我至少可以看对89成 至少有9成以上的一个准确度战 我相信各个都真的清楚的知道 我想姑且不谈说去年在10年线7800点上下附近做多 我们来看可能过去这半年多以来好了 将近这7个月来 老婆帮我带一下 这是在去年12月底谁在9100点 谁在9100点告诉你权力做多 9100点上下告诉你权力做多3万点 对沿路不管这边短线怎么震荡 我想你只要是信脚数的会员 我相信你只要是信脚数的一个长期的忠实观众都很清楚 过去这段时间我一直每天在节目当中 不管指数当天张雨跌 当天大盘指数收红收黑 我都非常肯定的坚持的鼓励大家全力做多 我说要拨断大型的霸气跟决心 对不对 甚至曾经这一段的一个拉回 这边一个短线的4月份的一个 这边的一个短线拉回 从9976拉回到整个9622这350点的大回 我想我曾经 这是今年第一次在3月底的时候 来达伯帮我带一下好了 谢谢达伯 3月底的时候送给各位期待投资的这份叫做4月的关键转折时间 关键转折报告 为什么当时我在3月底要送给大家4月份的关键转折报告 其实原因结论很简单嘛 事后证明我讲的是对的嘛 因为这边有个小转折 先上来前高上下做个小头 之后往下做个洗盘甩脚 那我想事后也证明我的看法 我的规划 我的规划 我想市场上也没有几个专家 能够像性假使我对整个台股 第一个事先个看法 我敢规划给你看 那规划给你看我觉得还不够 我相信个投资你很清楚知道更难能可贵的是 要准嘛 要看得对嘛 这个规划事后如果是错的 当然一点参考性都没有嘛 那你看这个上来就这一段 前高上下再下来 上来前高上下再下来 而当这一步的沙盘 而当这一步的沙盘到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想我也直接在当时4月20号 刚好三个月前 领先市场也是斩钉截铁 这个叫铁口直端 千点组三段行情 再整一千点 台股要从9600点上下 要从9600点附近再涨一千点 再涨一千点 那我想也许当时我讲这些话 也许从整个去年底今年初9100点 到整个9600 9600再涨到整个10500点的这个过程当中 过去这半年来 很多投资朋友 很多专家是半信半疑 都是边走边看 都不相信台股会大涨 但是你很清楚知道 我是一路带你从9100 做多到10500点这附近 最高是来到10545 好那我一路带你做多的过程当中 我想你也知道过去再半年来 就如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也如果过去半年 不管在节目当中 或者在演讲会场 都非常的苦口薄心 用心良苦的 跟大家共勉励 就是要赚破断大钱的霸气跟决心 之前我一直鼓励大家 一直跟投资者讲 请你不要有任何空投思想 也请你不要忽涂空 当然也不要过度于极短性的操作 我说你都会很可惜 错失今年在股票赚大钱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但是当来到10500点的过程当中 我想现在群市场在一片乐观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过去这两三个礼拜以来 你很清楚的知道性假是对整个行情的看法 那也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你看 你又发觉这件事情 你只要拥有性假是这一份关键转折报告 当时如果你照着我的跟你规划来做 对不对 你看这一段的从92622上来的这一段 涨了900多点这一波的千点组成段行情 你会想到当时你照着我的规划 第一个前提你看 我说赢家输家在哪边 为什么性假是不管在个股 或在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操作 我们有高达九成以上的胜算 那就是因为第一个行情是要看对 趋势是要看对 趋势看错 互多互空 或者每天在猜多猜空 其实你知道那个胜算都不是很高 因为运气十四亿十 专与实力才是长长久久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说第一个趋势掌握对了 第二个再搭配信教师的盘中讯息 或者你来演讲会场我都会提点你 我想在整个这几次的从低档上来转折点 你看5月18号的这边叫你做多 9910上下做多 6月9号的10243 9910做多 我要的不是让短线赚个3.5点 那种3%5%我真的没有兴趣 赚那种便当钱买菜钱 我说真的个头真的你可以跟着其他专家做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股票上赚大钱的人 不管你是要从小钱变大钱 或者你要快速累积财富的投资朋友们 你要想赚波段大钱的人 你来找信教师我就对了 9910 你看这种时候一笔单出手 大财富只要一笔单出手 你要看10243 10243 这样起三百几点 这一单1.28倍 对6月14号的时候 来10050上下做多 这个我都有在节目当中 这个我都有在演讲会场公开跟你分享我怎么做 我怎么带着会员 我怎么带着所有来听演讲会的投资朋友 在股票上赚大钱 对再来看10415 这一档4.6倍 8天4.6倍 8天4.6倍 对7月6号 对这边10350 10350 10350 上来 这个小赚 小涨36 65点 玻璃出清10367 对不对 哪怕到整个这个礼拜 在这边10450做多 10450做多 对不对 当天拉尾盘 10481 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我先声明我不是在带你做台子旗 有 对不对 一样64%放口袋 甚至当整个过去这半年来 我相信各位投资很清楚 过去半年多来 你看一路所有新角色的大财富会员 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新角色的忠实观众 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我从去年底 今年初一路 带你做多到7月18 有没有 是不是做多到7月18都是多单 都是多多多 我都是偏多操作 但是当整个今年这个礼拜 这个就是这礼拜刚发生的事情 这是前天的事情 7月19号 当天最高应该是来到10537 你有发觉件事情 我在7月19号那天 全市场信誓旦旦 全市场90%的人都认为 这个是强多盘 这个是要强涨的 这个要过10545的 10600的 10700 10800 11000的时候 谁在10528 10530上下 把他打包帮我带一下 谁在10530上下附近 公开的 这绝对是要公开的 除了在节目当中讲 信教师我从来没有那种空气单 我也从来不会像其他专家 拿着软体指标事后放马后炮 因为软体指标 软体你知道软体就是落后指标 涨的时候就说做多大专 跌的时候就拿着软体指标说放空大专 但是谁敢向信教师我才 当下出手时候 不管是在整个 新教师大财富会议的讯息 这是政治战大业子粉丝好友们 我想你很清楚知道 所有新教师大业子粉丝好友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公开告诉你出手放空 今年来第一次出手放空 空在10530 空在10530 当天尾盘你知道下来了 收在10500点上下附近结算 对不对 当天我空单获利会补一半 另外一部案的空单 我在今天早盘开低盘的时候 来 10445 10445上下 来 10528 半康 半康 大家在很过新高的时候 谁在带你办公 今天空单全部获利会补 今天空单全部获利会补 小长20%放口袋 这小拖的 我想重头戏是在下礼拜 重头戏是下礼拜以后的某一天开始 也许就是礼拜一 也许就是礼拜一 也许礼拜二 信不信由你 所以这礼拜演讲会 你觉得该不会来听 目前64剩4负 对不对 你看过去的这几个转折点 我刚刚讲的 做股票最重要 第一个是趋势 趋势 这个叫转折 上下上来完全都对 你来看导播如果这边再帮我带一下 我们这样子来看就很清楚 你看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点我送给你资料是在这边 在这边上下拉 上下拉 就是我所规划的这边 对不对 这个我第一个我说趋势对的 那你趋势看对的很重要 对第二个在搭配什么 信角式的大财富的盘送讯息 你看我的出手 都叫转折 你自己去看这个转折 来导播这边稍微慢慢慢慢到 这边出手1.28倍 你刚刚都有看到对到了嘛 时间有限 我就不再一比一比的 每一次的动作再重复再对照一次嘛 这边的4.6倍 对不对 这边的65% 到最近这礼拜的这两天 前两天60% 其实这个到今天的获利回补应该是20% 没关系 我不在意那个短线差 没差到几% 都帮个头从掌握到转折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我觉得再次重点 好我其实 其实我觉得做股票啊 我个人以为啊 我提供给个头都参考 我个人以为啦 其实做股票就好像你在下棋一样 我相信大部分投资朋友都曾经下过棋嘛 不管你下的好不好 不管你对下棋有没有兴趣嘛 应该至少95%的人都曾经下过棋吧 那有没有发觉下棋的人 为什么人家之所以说成为棋王 为什么人家可以在下棋常常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你在下棋的过程当中 你曾经下过棋 以你下棋的经验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比别人多想到后面几步 你觉得这样讲什么道理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比喻个头之后 你可不可以体会啦 因为我是从小下棋的人 我在专科读书的时候是专一就拿全校冠军 像棋比赛冠军的嘛 好那所以我可以体会这种感觉 我说如果你下棋会常常的常胜军 你就是你要比别人怎么样 好多算得到后面几步 多精准的算到后面几步 你下棋的一面是比人家大 你下棋的胜算是就比人家高 我相信我这样讲很多头之后 你应该可以认同吧 那同样的道理 我个人认为同样的道理 其实在股票市场 为什么有些专家胜算只有30% 为什么有些专家胜算只有50% 为什么很多头之后 你可能自己操作的胜算只有四成五成六成而已 可是为什么信杰老师我 可以带着我们的大财富的会员 为什么信杰老师我可以带着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高达九成以上胜算 其实原因也在哪边 就好像你之前所看到的 我可以帮行情帮你规划好了 其实这个对台股的预测 我个人认为这个就好像在下棋一样 如果你能够在三月底就领先市场 比其他的专家 比其他的投资朋友 能够对未来的行情多看得远一点点 看得精准一点点 我相信你的胜算 就可以跟信杰老师的大财富会也一样 我相信你的胜算 就可以跟曾经拥有这份资料 所有投资朋友一样 九成以上胜算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我刚才讲嘛 为什么我大半年的时间 到整个七月中以前做多都赚 为什么我在这礼拜 全市场最看好的时候 我们一出手放空 我今天一出手放空 我今年第一次放空 马上就赚到钱 为什么不是空单把我嘎上去 不是大家说要大涨吗 为什么在这边放空 不是要过10545 不是要怎么反而我下来 我的空单赚的钱 有没有想过原因 信杰老师你运气太好了吗 你觉得纯粹是我因为我运气好吗 还是就像我一路走来始终如有说 如果你转折看的比人家更加精准 你转折点抓的比人家更加精准 其实我的客人看法 如果这不是已经在相对高档的 放空怎么会赚钱 如果这已经不是在相对高档的 放空怎么会赚钱 你就不知道讲什么道理 我为什么不在九千一口 我为什么不在九千五 为什么不在九千八 我为什么不在一万点 我为什么不在一万零两百点 我为什么不在一万零三百点 我为什么不在一万零四百点 我为什么在一万零五百点之上 我一空就赚钱 而且我不是说今天跌下放马后跑 你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现在重点来重点重点来了 我刚刚讲的如果接下来 你能够对台股的规划 未来规划 你比别人更早知道 就好像下期一样 你能够比别人更精准的算到后面几步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 你下期就会一面就比较高 我相信在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如果你对整个台股最重要关键第三季的关键转折 我讲过了 我不随便送给你关键转折报告 我只要送你关键转折报告 就好像这边有一个小转折 可是可是这次第三季 我直接坦白告诉你 我挑明告诉你第三季是今年最大转折 信不信由你第三季是今年最大最大最大的转折 做对方向的人继续屈其弊凶赚大钱 做错方向的人 你到时候会不会全面做多变成全面套牢 全面做多买股票会不会变成全面套牢停损 信不信由你 这关键转折 这份的资料我想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那为什么这份资料 我只有在演讲会场送给大家 你一定要听演讲太重要了 我认为这边很重要的 除非你真的觉得说你不信邪 这个盘就是要涨到一万一一万二一万三 你真的不相信今年会有过中断整理回答 我没有认的意见 但是千万不要到时候真的一波的中断整理下杀 信解老师会员 所有这礼拜的听演讲的投资朋友 因为拥有信解老师这一份下半年台股走势推背图 大家都避开风险的时候 而且什么 顺势 这不是逆事是顺势反手放空下来 赚到大钱的时候 你不要到时候才后悔 你没有来参与 这礼拜演讲会 你没有拥有信解老师这一份下半年台股的走势推背图 那为什么会场送给你 因为我要告诉你 这几个为什么这几个转折点这么花的原因理由 就好像当时在整个三月底四月初 我把这份专件整个刷告送给大家 我想文字的叙述 我都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这么看的原因理由 所以详情你想在下个礼拜开始 做得比人家好 转折抓得比人家更加基准 赚得比人家更多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一月报名 我们这礼拜在台北的演讲 这礼拜整个在整个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演讲会 好不好我们休息片刻马上来 谢谢 你不能活到全都 你能活到全都能活到现在 The new Volvo V90 V90 Cross Country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为您下好每一步棋 无论股票期货选择权 为客户掌握独到的投资建议 强大的投资团队让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专专专业陈信负责 支付专线02-2321-9933 一旦近视未加以控制可能变成高度近视 近视越早度数增加越快 高度近视机会也变大 高度近视亦产生相关并发症 严重可能导致失明 提醒您二不三要护眼原则 做好孩子的视力保健 多到室外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预防近视的发生和恶化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认识回到新小社的节目的第二阶段 我想针对整个大盘家军事说不过 我相信今天这一根开地走地的中黑帮下来 刚好打破稍微帮我放大 刚好收在所谓这个 不管是月线或十字镜这附近 好那我现在这种动点来了 投资你所关心的来会场 现在还是会帮你做解答 月线或者所谓的特场上所会的这一条叫做 上升趋势线 能不能有的守 接下来这一个上升趋势线或月线有没有守 来会场那我直接告诉你 最后能不能守得住 来会场我会告诉你 还有原因留我会告诉你 那我只能特别点你 你特别留意一下外资跟大户的形态 比方说外资包含在整个新台币的看法 外资的一个新台币 奇怪怎么最近 美元在走落 新台币反而都已经没办法再大幅升值 一定有原因 还有外资在除了现货之外 在期货 甚至搭配选择权的动作 你要特别留意整个外资跟大户的心态 只能我相信其实各位投资也看得出来 应该下礼拜之后随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下礼拜之后应该是随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而每每在关键的时候 包含之前的关键带你出手做多 这是短信的关键 往下杀我带你放空也是赚钱 下个礼拜的关键 这个共要关键转折 你想领先市场更进一步掌握到的话 欢迎你报名这礼拜演讲会来会场就对了 另外针对个股部分我想已经给你讲过了 有些法人已经在开卖的股票 你稍微小心一下 整个2474的课程 你看已经几乎要打到季限了 今天又一根中长黑下来 已经跌掉几十块下来了 另外有一些在高档股票你要特别小心 像中档 前几天创新高人人赚很好 怎么今天爆量开低一根长黑 直接灌到月线 这几天最高的马上被 只要有赚步步马上被套牢 那会不会许多个股 接下来的创高 本来是卖点而不是卖点 今天不是只有中达 我们来看一下 3413的一个金顶 今天是开高走低爆量 3092的一个红数 今天是开高走低爆量 所以如果有任何很多股票这边 特别是不要特别再怎么过新高 再去做过度追高 你会不会到时候你成为所谓 成为伍斯凯的粉丝 爱到最高点 小心成为伍斯凯的粉丝 这个叫做爱到最高点 我希望你听得懂 欣赏老师我在跟你表达什么 当然你有认得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们 你需要欣赏老师我帮你的 或者你可能在过去这段时间 自己或跟着其他专家 操作不顺利 可能之前买了很多游戏股 惨招套牢赔钱的人 你想要快速的 不管是用小资金 或者中大资金 快速的赶快把自己之前亏了钱 撞回来投资朋友们 来会长 欣赏老师会教你最快的方法 如何在 接下来可预期的中断整理过程当中 当可能大家在 还在过度追高满收股票套的过程当中 让欣赏老师我用 让你用最少的资金 最有幸的风险 最低的风险 让你创造你最大的财富 来会长 欣赏老师会教你方法 好那常常个股部分 我在昨天也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你看这档股票之前讲过 这是逆市股 之前大盘指数涨了大半年 这档股票就跌了大半年 但是你会发觉跌到这边为止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准备要逆市上涨的 人气低价股 我个人认为这档股票的目标下在这边 代表这档股票的空间是很大的 这档股票是空间大 那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天大盘指数不是收黑吗 那大盘指数收回过程当中 来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老婆帮我稍微放大一下 你看就是这么刚好 就是这么刚好 大盘加权指数今天开低走低 这档低价的逆市股 反正今天是上涨的 对不对所以我讲过的 如果当可预期的整个大盘加权指数 第三期这边做完头之后 就是一个破断性的下杀 做一波比较大幅度的一个 拉回的一个中段整理化 会不会这档股票 反正从低档大涨上去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 现阶段你要买股票可以 但是你要买对股票 不是在去做已经涨了大半年的一些股票 低价逆市会上涨股票 我觉得这是破断的买点 请你把握住 下礼拜震荡的过程 这档股票 我一定会带 还继续带我会员 我一定还会带着 这礼拜来听演讲会的投资本下去买 这档股票我会当然 也会直接在演讲会场 跟大家做分享的动作 所以回过来谈到说 整个大盘的趋势转折 我想个头真的很清楚知道 谁才是整个新政趋势转折 看顺水的专家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待你做多的大半年 为什么在整个7月19号 10530放空 一空下去 空单就大赚 就马上赚到钱 我想这你很清楚知道 这绝对不是运气好 而是我可以领先市场 掌握到每一波的关键转折点 当然当时跟你讲过的 这一波拉完 你要提防这一波的下沙的中断整理 而至于这一波的下沙中断整理 什么时候来 接下来会怎么走 详细的情形 我想我都帮各位投资者规划好了 你只要预约报名演讲会场 你只要来到这礼拜演讲会场 新小师直接会把这一份 关键转折代股的走势推背读 送给所有来听演讲会投资者 欢迎你预约报名演讲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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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